江苏政法委员书记王立科被控受贿超4.4亿 向孙力军等人行贿9731万开庭审理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今天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江苏省委员常委 政法委员书记王立科受贿 行贿 包庇 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 伪造身份证件一案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 被告人王立科利用担任辽宁省北镇满足自治县公安局副局长 北宁市公安局局长 锦州市公安局副局长 葫芦岛市副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 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 大连市副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 江苏省副省长 省公安厅厅长 江苏省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 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为他人在企业经营 贷款办理 职务调整 案件办理等事项上提供帮助 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 共计折合人民币4.4亿余元 为谋取本人 及他人职务晋升等不正当利益 多次向公安部原党委委员 副部长孙力军等人行贿 共计折合人民币9731万余元 长期包庇楼和黑社会性质组织 充当该组织的保护伞 纵容该组织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严重破坏当地经济 社会生活秩序 王立科还利用职权为本人及其亲属 特定关系人等伪造多张居民身份证件 检查机关提请以受贿罪 行贿罪 包庇 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伪造身份证件罪 追究王立科的刑事责任 庭审中 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 被告人王立科及其辩护人进行了制证 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 充分发表了意见 王立科进行了最后陈述 并当庭表示认罪服法 接受法院的审判 庭审最后 法庭宣布休庭 择期宣判 请不吝点赞 订阅